今天介绍一下Mehomo Party 一个比较易用的跨平台的Clash内核的代理软件 Mehomo好像是日语 它比较美观 我这演示的是V1.5.11版本 从Github上下载你需要的平台的版本 首先基于Clash的客户端都需要一个配置文件 也就是YAML文件 然后搭配一个Clash内核 客户端是帮助你生成配置文件提供给Clash内核 这可以查看Clash内核信息 首先我们来演示添加自键节点 这会用到它内建的Substore 用Substore生成订阅链接 Substore用法往期视频有 要导入自键节点用内建的Substore比较容易 这我们建立好了订阅以后 切换到订阅管理那 点击这里的Substore图标 添加我们刚才添加的叫测试的订阅 点一下这个订阅让它生效 然后切换到代理组这里查看节点信息 点击测试下节点速度 经过这一系列操作看这里只有全局模式 也就是说国内网站也会被代理没有分流规则 如果大家有用过小火箭Passwall之类的 就会发现它们是内建一个规则 规则模式默认国内网站不走代理 添加节点也比较直观不用配置文件的方式 能通过界面添加节点真的方便 GitHub上都有人建议 也许是开发起来比较麻烦就没做 回过来我们添加了节点以后来添加分流规则 规则会拿给Mihomo的复写功能使用 我这规则比较简单 只绕过了国内苹果局域网地址 链接我会贴在视频下方 大家有需要可以使用 在复写这粘贴链接点击导入 创建一个配置 然后到订阅那 选择其中一个订阅 关联一个刚才的复写配置 保存 然后我们到代理组那看效果 可以看到我们的配置生效了 多了节点的分组 还有分流规则 如果你想调整规则 界面上是没有入口添加或调整的 也需要编辑规则文件 比如这里的Cloud 让它走美国节点 我用的关键字匹配 你也可以用域名匹配 接着我们导入一个机场订阅 这个机场的规则很多有点久导入 先来关联一下复写规则 如果你不想用机场的规则 用复写就可以覆盖机场的规则 保存以后我们可以看下效果 还是我们自己自定义的规则 然后我们取消掉复写 看规则变成机场订阅下发的了 之前有讲过用Substore文件管理 提供有规则的订阅 这里我们导入试试 由于我服务器是被墙的这里勾选代理 然后Substore文件管理 其实也可以存规则拿给复写功能 用这里就不掩饰了 miniholeparty还可以集成远端Substore 在设置中填入远端Substore后端API地址 然后点击Substore 就可以看到远端Substore在这就可以看了 点击订阅那里和之前内建的Substore一样 也可以直接导入远端Substore的订阅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规则 这里有配置Apple服务是直连的 苹果分流规则我用的MetaCubex的 随后我们看一下连接 搜索Apple 可以在这里看什么规则对这个连接生效了 这里就是苹果直连的规则生效了 最后说下系统代理与虚拟网卡 Town模式 这里使用系统代理的话 就是会在系统网络设置中添加一个HTTP代理 你可以让Chrome电报都用这个系统代理 而用虚拟网卡模式 接管所有流量 此时也不用打开系统代理了 所有连接都可以走代理 但也有问题 如果虚拟网卡模式 你切换节点 是可能让你的连接断掉的 比如这里我是连接 就因为切换代理断掉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